有些孩子他真的所謂的摩娘精 不見得是父母單方面的感受 有些孩子真的比較難帶 我必須說 就是說他可能是作息比較不穩定的 然後那個比較敏感的 或是他情緒反應是比較大 或是他是比較好動 或是什麼狀況的孩子 的確會對父母來說 真的非常的困擾 所以到底是孩子難帶造成父母憂鬱 還是父母關係緊張造成孩子難帶 其實這個很難斷定因果 而且會彼此互相影響 那我倒是建議當夫妻發現 孩子真的很難帶 而且難帶到我們已經 精神緊繃到一個境界的時候 我覺得剛剛提到除了信仰以外 剛剛大家一直在提說 教會很多人可以幫忙 即使你不是教會的人 我覺得尋求社會支持是重要的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阿公阿嬤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親朋好友 或是一些比較好的朋友 可以給你提供一些諮詢 一些建議 甚至給你一些喘息服務 幫你帶個孩子 讓你能夠舒緩一下 我覺得那個支持的力量 可以幫助夫妻 可以度過那個比較艱難的時光 然後另外 在外面的時光 祝你自己在身邊 做一個好友達